通常一個合格的聽眾搜尋器 都是由數十個不同的影片段落 同時讓演算法進行實驗所得到的結果 在理想的狀況之下 一個成功的聽眾搜尋器 可以在同一個目標搜尋中運行至少半年 然後在這半年的時間裡24小時 不間斷地不停地替音樂人 去接觸那些陌生的聽眾 直到這個受眾疲乏 而音樂人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不斷地創作新歌 然後創作新的live影片內容 然後再不斷地為時給演算法 讓他不斷用新的內容去尋找新的聽眾 而這些新接觸的聽眾 就能在接下來的步驟 讓我們不斷地持續引導 讓他和音樂人本人之間 進行更直接的對話互動 然後持續加深群眾和音樂人之間的心理關係 你覺得你的群眾基數不夠大嗎? 你覺得你在社群媒體上的發文 像是在對空氣講話嗎? 我敢說這個世界上90%的音樂人 都缺乏一個有效的聽眾搜尋器 而一部有效率的聽眾搜尋器 其實就可以直接帶領你的音樂事業 往前跨上一大步 你可以先嘗試把你過去到現在 所有的演出影片內容都整理出來 然後片段是剪接 然後發表在社群媒體上 說不定你很快就會發現 其中一兩支有特別多人喜歡看